講清楚 如果你中電不願意北收 那我可不可以南電不要中送呢 我們的大陵新達火力發電廠 難道我們電力調度 你的問題非常好 這就是民眾在問說 民進黨從執政到現在 已經6年的時間裡面 你們對於電力的規劃 也應該有些想法 有啊 很經常想法 有做法 現在也應該提出 你現在告訴我 你的區域供電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你還是一樣說 把不夠的東西一直這樣送 所以我們只要一有颱風 一有地震 一個電塔倒了之後 就大家都停電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電力狀況 電力的大供電網 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所建立的 我們未來就是希望 讓整個大電力供電網 它能夠分區 那當然基於台電當時的 大電力發電中心 它是一樣分區 抓長包地 你台北吃一年的時候 我台中抓來報 你台中吃一年的時候 我台南部起來報 你台南部不夠 我拿來報 基本上 我們現在問 現在的電燈 你用哪裡的電 如果說大家中 南部 中部 南部 大家來計較 過去台灣 國民黨這場時代 我們用三個協力發電槍 要供應台灣的用電 要上來負擔 所以我們要清楚 除非我們現在改變 我們的大單一電力網的概念 我們主張儘量的做圍形的 區域性的電力調整 就像我們過去的垃圾焚化爐 也是一樣 全台灣的垃圾 全部QQ做指揮 在那個灌漆燒 送在外面 所以我們後來的焚化爐 是分區的 所以電力供應網 要改成能夠分區工業 我覺得這個扯遠了 我們現在談的是 台中火力燃煤基礎問題 你要不要跟我談南部的空屋 我現在就跟你談中火 你不要跟我扯一些五四三 我們現在談台中 中火為什麼可以燒 中火為什麼可以燒 自治條例都定了 為什麼可以燒 自治條例都定了 你為什麼可以燒 剛剛的廢紙許可 已經證明廢紙無效 委員 你們當初是 你剛剛的那個論述 其實是民眾在問你的 因為執政權在你的身上 你要怎麼樣去改善這一塊 是我們現在在等你拿出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的論述我都OK 但不好意思 你們曾經有個桃園縣長講過說 石門水庫的水 為什麼不能只給桃園人用 這個你們自己 都曾經出過這種論述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在跟你講說 你不能夠把電力做整體的規劃 現在問題在於是 它有一個被廢除的東西 結果你現在講說 沒有我中央早就已經廢除 它的廢除了 到底是要聽中央還是聽中央 這個是地方的權限 主管機關的環保署 它用的管制森煤自治條例 是地方政府的權限 內政部也沒有運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每次都是中央跟地方在那裡 倒楣的就是民眾 今天民眾為什麼在那裡抗議 你看到那麼多的民調顯示出來 是為什麼大家認為說 台中市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 多數的民眾他支持 是因為你現在公電 所有的管理在你的手頭 你拿不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你硬要去講說 他那個廢除我老舊機組那個 他不合法我廢除他 所以老舊機組繼續讓它燒 繼續讓它存在 老舊機組你盡量減少它的運轉時間 你們哪有幾台車 旧車就盡量不可以 新車盡量來走 但是新車要保養的時候 你旧車也是要去賺錢 民眾希望你趕快拿出來說 新車當時可以出來 你不能說我旧車一直燒一直燒 我老舊機組很簡單 你中央說違法就違法 哪裡來的 主管機關 違法行政 違法行政說你違法就違法 就是行政訴訟可以去解決 為什麼台中市政府 不敢提出行政訴訟 他提了行政訴訟嗎 今天立法委員在現場 我們就來好好講法律 今天爭議的問題是 台中市政府盧秀燕更正了一個函 說這個自治條例這個許可證 至109年1月26號前 因減少全場深媒使用40% 但原本林佳龍時期發的是 自109年1月26日起 對不對 所以中央就說這個違法 這個誤善 好 我們來解析一下 這個當初在2016年1月 台中通過自治條例 這是在林佳龍任內 自治條例原文是寫說 自本自治條例公佈日起 4年內減少深媒使用的40% 2016年1月 4年內2020年1月已經過了 然後當時2017年8月的時候 這還是林佳龍市府 林佳龍市府發給了中國第一張許可證 在8月的時候他寫錯了 他把它寫成自109年1月26日起 這是錯的 可是同年2017年11月 林佳龍市府在發其他9張許可證的時候 他就已經把它更正過來了 因為配合台電自行提出的減媒計畫 所以到底時間點是到什麼時候 才是正確的 2020年1月之前就要減40% 好 2020年1月之前就要減40% 而且是在民進黨的首長任內定的 對 那現在是民進黨的中央 要推翻民進黨的地方首長定的嗎 不是 如果說可以這樣做的話 台中市政府早就提起行政訴訟了 他已經提了 那提起行政訴訟結果 就是說到底法院怎麼來認定 中央或地方政府哪一個行政裁定 才是合法的 那這由行政法院來裁定 那大家不用在那邊爭論 所有的法令上公文上的起氣時間點 當然最後由法令來認證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吵架無濟於事 也不要再說誰是對誰是錯 結果法院來認定 好 那我們就來聽聽被移送的 台電董事長又怎麼說呢 如果 國眾市政府一定要有入人於罪 才能善罷甘休 我願意承擔所有的責任 因為穩定供電 是我們台電的使命 保護員工免以恐懼 更是我的責任 好 他說他願意承擔所有的責任 不過我們也來看一下民調數字 好 這是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 有限公司所做的民調 第一個題目是 台中市政府去年底廢止 台中中火火力發電廠兩部老舊機組 到底老百姓的看法是什麼呢 有七成八是贊成的 贊成這兩個機組不應該運作 台中市政府是否該介入台中火力發電廠 重啟兩部機組 到底地方是不是應該拿出公權力呢 來 有七成的民眾說 台中市政府是有權阻止的 所以民意是不期待 也不希望中火重啟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是在台中居住的一個居民來講 誰會希望有兩家人工 上街十幾家人工 剛才十天二十四十四十四十一千 剛才委員你說抓當保庭 既然國民黨回去就是抓當保庭 你民進黨已經 八年你們都六年十四年了 你們老婆要共和 你們最主要 民進黨執政時期 中火減肥減最多 對 就是因為你們 替你們的廢核背書 你今天如果沒有廢核的話 如果以核養綠的話 你今天不會這樣子 你今天如果核兩核 慢慢的燈檔慢慢的燈檔慢慢的減 你綠的時候 等到綠慢慢的起來 你跟我說你今天都沒有 要維持國民黨規劃的供電比 核電黨要再次實作 我跟你講你今天 你今天自2018年開始有PM2.5以後 新立 苗核 台東 台東四館市 整個所有的 他們這裡已經五年了 2018開始全省二十個 三次二十個館市 都是 每天都是紅色情節 但是中部跟新立 苗核這裡 包括你們這間的圖案 我跟你講已經五年了 已經由2015年就開始 中共就是他們在燃眉 你今天全世界都知道 包括德國 他們的那個觀察報告也知道 我們2018年在全世界 我們的空汙白名是第五名 不要懷疑 後面算來第五名 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我們是後面算來第五名 我們跟 Saudi 阿拉伯跟俄羅斯 一樣 他們是在威酒油 所以他們當然敗 但是我們跟他們一樣 2019年 我們2018年第五名 2019年 就進兩名 不是七名 就落到變 後面算來第三名 所以我們是全世界 兩百塊的國家裡面 我們是後面最壞的第三名 你今天你說 我沒有的核能 我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問題是我們來看 你現在你的再生能源 七八而已 你說什麼海上風力 那都要在那裡蒸 那還沒等的 那都要在一條內 那錢是落在大海 我告訴你真的 那錢是土力什麼得國充 土力國內的那些集團 你真正還 這個風力發電 能夠替代那個核能 那種騙軌 那會影響 白鴨那都用了 那太陽能能夠替代嗎 太陽能 夏天可以 那不可能 太陽能替代率很低 那個成本都很高 那都有 我們現在太陽能替代率 不到30% 所以民進黨說的 綠到底是騙局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如果選議的時候 就說不僅電 如果這張就僅電了 不然你現在就要用這樣 是不是 民進黨接種後 我們的藍莓減照 看到清楚 藍莓是不是減照 我們的綠電是不是很高 你現在可以接它的 那不是計畫表 沒有 計畫表 201計畫表 201計畫表 那是比例 那是power 不是絕對量 我告訴你 數字會說話 數字會說話 你告訴我 那個會說謊話 我跟你講 如果你如果檢查 你下來那兩個晚上 大家不注意的時候 你就公然申請 你說 台中政府來 我告訴你 你要進步 你現在我進步 你有沒有進步 沒有 2019年全國燒煤量創新高 你說中火減煤減了500萬噸 排放量有沒有創新高 中火減煤減了500萬噸 全國用煤量增加了370萬噸 在哪裡 在新北 在高雄 也就是說新北 高雄 多燒了將近900萬噸的煤 你今天跟我說 環保署拿出什麼 空物排放量 越來越低 那一張表 第一個 單位是什麼 第二個 化合物是什麼 第三個 區域是什麼 你都沒有講 你只是在選舉期間 說我們這個 來矇騙一下人民 說空物沒有減低 那請問我們 台中市民的權益在哪裡 好 全國老百姓的權益 又在哪裡 到底台灣有沒有缺點危機 台灣的空物問題 什麼時候能夠解決 而台中重啟中國 到底又有沒有正當性 我們會持續帶您來做關注 當然幾階人要關心的 仍然是高雄市長補選這一戰 李梅珍的競選團隊曝光了 王津平擔任競選主委 所以開始有人說 三山造市場的盛況有機會再現 來 任俊 這個當然因為他的這個 競選團隊出來的時候 大家很好奇 第一個他的這個競選總部的主委 是由這個林思宇來做 林思宇就是這個那個 那個許崑源的遺孫 那當然會有一個 據說他的人脈很好 那當然 我說真的 你要選議長 你當時議員要選調議 你要跟所有的議員 這個交配要好 所以你一定有些這個互相幫助 而且看起來 許議長在生的在事的時候 其實也跟其他各黨的不同的 這個政治立場的議員 也都友好 所以這個當然會有一個指標性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立法院長王津平 而且這一次現在傳出來講說 李梅真之所以可以出現 是因為王津平去跟這個 這個江啟臣說的 所以王津平現在願意 所以搞了半天是王津平推薦 我跟你說其實王津平 你比較小看他你知道嗎 雖然他那個時候 國民黨黨主席 國民黨要選總統 就是他沒有出現 可是那個時候 他自己弄了一個三三之友會 而且這個王津平之友會 一到各個區去辦的時候 大家真的都出席你知道嗎 而且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人私底下都沒有要挺 沒有公開表態挺韓國瑜 因為只差一個 就是說王津平如果確定定案了之後 他們才要公開表態 所以王津平在這一站裡面 所以這一站 李梅真這一站可以考驗 王津平的地方實力 到底還有多少 我跟你講這個你用的詞很精準 你知道嗎 因為有一個說法是這樣 就是高雄是有很多派系起來 可是東村是韓國瑜去的是 因為他打亂了所有很多的派系 因為真的派的就想說 我要挺韓國瑜 要挺什麼 那你現在看王津平他自己本身白派 有些白派的也會覺得 礙於說要嘛就行事比人家 要嘛就很多很多的想法 所以那時候余杜講說 其實高雄的地方派系 有一點點混亂掉你知道嗎 現在韓國瑜好像做年齡的 這種罷免掉 所以各個派系也要另外回來找 那王津平這時候 當然就像回到你剛剛講的 他是不是要考驗他 你當初是幫韓國瑜 辦一個三三造勢 那是三三你還記得 不是拜五 不是拜人 不是禮拜 那都他們在拜禮 拜三 拜禮 他每個上班時間都拚到這樣 人都拚起來 那這一次你要不要幫李梅真辦 這個如果再撐得起來說 你不要以為王津平 只是一個卸任的立委 他對這個 我跟你講他的政治聲量 跟他的人話又會再上來 好 再加上王津平 如果再加上蕭翰俊 整個農會體系都動起來 當然不可小覷 問題是 最關鍵的還是我們替人講求 只要求因為這個人 扶不扶起來 如果他是阿斗 這樣就沒辦法 我們來聽李梅真針對世大運怎麼說 那未來就是在2025的世大運 跟2030的亞運 我都希望說 可以爭取在我們的高手 恭喜我錯了 對啊 所以請梅真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真的很好訓 這個資料啊 查證不周真的很 就真的我們應該要 那我想真的越級打怪 這次真的馬上收到教訓了 好 這樣的候選人 符得起來嗎 這個有 他連世大運申請的時間 已經截止也不知道 他連世大 對不起 亞運申請的截止時間 也不知道 他連世大運當時的場館 還有沒有繼續用 也不知道 這樣是要讓他選擇 所以這個很怪 我說真的 你看韓國瑜才剛被罷免掉 可是韓國瑜被罷免之前 高雄市政府是掌握在誰的手上 在國民黨的手上 所以高雄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跟資源 理論上來講 韓團隊不是都沒散嗎 那些局助手掌不是都還在嗎 李梅真現在在打一個什麼 你知道 全部打破從頭來過的一個選舉 哪有這麼荒謬的事情 所以他對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就是世大運場館有沒有在用 他自己還去那邊拍過照 然後他說現在變文子館 那文子館你當時去幹嘛呢 好 亞運有沒有申辦截止 你也不知道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是要怎麼算 所以他的幕僚就有問題 現在人家說 他是什麼小韓國瑜 說他什麼東西 我說真的 你如果你梅真今天要打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選戰 那你就要怎麼樣 你的功課做得要比別人足 你剛剛講到說 那個世大運場館的那件事情 他講的是什麼 沒有辦過任何的體育賽事 結果去用吐槽 他後來辦了 這個商品是怎麼來的 因為他結果去想你知道嗎 對 所以他就講說 如果你今天去那邊 你一定也覺得說 這個地方是符合你的形象 那你應該更了解 結果不是 所以我就回來看 你剛剛講到說 他今天在打這樣一個選舉裡面 國民黨真的幫好一個人去打 你知道嗎 你雖然把這些人通通都摳起來 你看他競選團隊說 裡面有鄭兆欣 有什麼呂修圍 韓家軍都出現了 他就是抓這兩位 村仔就是 他現在地面的議員什麼東西 還有包括李雅進那些做他的發言 我跟你講 他今天真的有一個點是什麼 他發言人去水巷你知道嗎 找到那個台南式一點 謝龍介 叫他出來說 兩次先出來做發言人 我跟你講 他周邊找的這些人 他的知名度 都比李梅珍來得大 所以現在大家是要打給這個 還是要打給李梅珍本人 你個人的主體性變到非常小 又加上失言不斷的時候 就會讓人家很質疑講說 你憑什麼代表 你不能選得好 所以你知道 香蕾花花花花很出名嗎 對啊 洪文棚在三季的時候 阿公阿嬤去投票的時候說 我要回香蕾花 怎麼沒有香蕾花 阿伯今天有民眾要去回 龍介線 沒有龍介線 所以這一場仗 到底李梅珍要怎麼打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